从伯雷塔尼亚到交界地 我们一次一次地踏入宫崎英高为我们准备的世界中 不停地倒下 复活 再次倒下 直到变得越来越强大 足以成为这个世界的王 书阶上回 魂系列游戏世界中的NPC往往都随着剧情的发展 迎来自己不可避免的悲情结局 或者忘却目标 或者失去生命 无论哪一种都会让人扼腕叹息 欢迎来到 《维生的魂系列讲堂》第37期 盘点魂系列历代的《悲情NPC》 当魔女的混沌失去控制 吞噬一扎里斯之时 魔女的小女儿也被吞噬了半身 化为了蜘蛛的模样 并存的居民们成为了他们的仆人 但善良的白蜘蛛 怜悯着些畸形的追随者 献出己身 承受毒害 守护萤火 作为代价 她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只有稀释人性才能稍作缓解 当我们戴上老魔女戒指 得以倾听她的语言时 会听到她痛苦的低音 但即便如此 她仍然无时无刻不记挂着姐姐克拉格 最后当我们终于击败混沌的本源时 因为害怕混沌之火躲在并村底层的克拉娜 也鼓起勇气回到家人的身边 帮助她收集人性 缓解痛苦 三代中 当我们在魔女的遗迹与白蜘蛛重逢时 她早已在姐妹的陪伴下逝去 也终于从这延荡千年的痛苦中得以解脱 人们常说死亡有三个阶段 一是肉体的消亡 二是社会关系的断绝 最终而又作为悲哀的 则是被人们所遗忘 作为身悲诅咒的不死人而言 失去自我 被他人甚至被自己所遗忘 可能是难以避免的结局 也是无法去除的诅咒 弥勒的骑士卢卡提耶 孤身来到多兰古雷格 在旅途中寻找失踪的兄长 同时也在寻求自我救赎 多次对我们出手相助的他 看似孤高冷傲 实则是为了掩饰自己 被诅咒侵蚀的外貌 和逐渐空虚孤独的内心 随着旅途的深入 他的诅咒日渐加深 人性流失严重 他再也无法坚持下去 最终倒在了 距离目标一步之差的 安迪尔之管门前 虽然后期在DLC3中 我们可以召唤他驻战 但我们再也没有 见到过他的实体 他之后是否存活 或者化为游魂 我们或许不得而知 但我们 这个在旅途中 无数次蒙其帮助的陌生人 一定永远地记住了他 哪怕在遥远时间后的洛斯里克 也依然流传着 这位弥勒骑士的传说 猎杀之夜到来之时 亚南城陷入了 彻夜的视觉狂欢 在猎人和野兽厮杀之时 有这样一些人 站在暗处冷眼旁观 他们身着乌鸦装扮 手持能将人送出梦境的 由莱茵石制作的慈悲之刃 等待着猎杀沉迷于血腥的猎人 艾琳就是我们在梦境中 碰到的这样一位乌鸦猎人 她精湛的记忆和丰富的经验 能够帮助她抵抗狩猎 带来的血之沉迷 每当有猎人 在无尽的杀戮中迷失自我 逐渐受化 艾琳就会出现 用慈悲之刃斩杀他们 她执行任务多年 直至我们遇见她时 她已然年迈 甚至已经力不从心 但即便如此 她依旧保持着骄傲 美美玩具猎人们的帮助 奈何年老体衰 最后 艾琳面对强大的千音猎人时 终于还是败下阵来 虽然她拥有 能叫人送出梦境的慈悲之刃 虽然她说拥有足够自保的血液 但当她将责任传承给我们 沉沉睡去后 迎接她的将会是真正的亚男日出 还是永远迷失在这嗜血的梦魇中 我们恐怕无从考证了 作为魂系列中出现过的 维尔正常人类之一的 来自伯木之国的希里斯 可以说是我们在旅途中 碰到的最为特别的存在之一 作为一名暗月骑士 她信奉无名之悦 身负暗月光剑 依照誓约来到伊鲁西尔 追杀来自米勒的逃犯克雷顿 虽然她的刺剑惨遭削弱 成为两位数战神 但在灰烬大人的鼎力协助之下 希里斯还是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然后留下消息 去和游魂血污的爷爷相会 可惜此时 爷爷已经变成了游魂 在灰烬大人的再次帮助下 他无奈斩杀了发狂的爷爷 此生虽已无憾 但他作为一名暗月骑士 必须完成自己的使命 他许诺成为我们的骑士 在船火的道路上 与我们一路相伴 最终 在我们进入了 洛斯里克王子的门飞后 他的使命完结 自尽于无名墓碑之前 没有留下一句话 就香消玉养 只剩灰烬大人在他的遗体之前 徒留无限哀思 她是一名称职的领袖 也是一个固执的父亲 在唾激半岛南部的魔人城中 发生叛乱之时 作为掌权者的艾德格 坚持镇守于城中 并差人将女儿伊莲娜送出城外 可惜叛军示众 他已然无力抵抗 当褪色者帮他取回镇城之宝后 他才动身去寻找女儿 但找到的只有一具冰冷的尸体 再次遇见他时 他已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陷入了癫狂 最后只能被我们所杀 这是一个简单而无奈的悲剧 在城王之旅中 我们一路逝神 成为交界地的传说 但毕竟 传说只是传说 最终成为埃尔登之王的 也只有一个人 在无情有险恶的交界地中 爱德格和伊莲娜妇女的悲剧 可能每天都在上演着 这些无力改变命运的小人物的故事 可能才是交界地众生的缩影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为各位盘点的 魂系列历代的悲情NPC 魂系列游戏剧情复杂晦涩 我对他们剧情的理解 难免不够全面会有遗漏 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进行补充 当然 故事太多 悲情难成 还有许多故事想要分享给大家 那么在下期节目中 再让我们继续这个略有沉重的话题吧 留下关注三连 下周同一时间 本身的魂系列讲堂 我们不见不散 未经许多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